再来 批判之后 批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把它归纳了一下 归纳三个 批判的 我写一下 这个叫批判的目的 批判目的如果第一个的话是在追求真理 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追求真理 而我们这一张呢 这张讲到哈勃马斯 哈勃马斯也是在追求真理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 我是先把大概弄一下 第二个呢 第二个批判是要排除 排除社会的不公平 不公平 OK 这个排除社会的不公平呢 在你们 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念 英文叫critical pedagogy 有没有听过啊 一般国内对这个名词的翻译有争议了 我们把它暂且翻作批判教育学 因为你们比较会听到的 叫做批判教育学 批判教育学有哪些代表人物呢 我写一下你们应该要读过才对 刚刚讲的批判教育学的一些人物 第一个 Michael Apple 就是课程的批判 这个苹果先生 他来过台湾 他对课程批判 他的意识形态与课程 他在课程的批判 这个书有中文换律本啊 你们可以去找 第二个是巴西的成人教育者 Polo Fryer 他这个葡萄牙文啊 没有人知道怎么念 佛雷拉 这个也有中文换律本 他的最重要的书名叫受压迫者的教育 受压迫者 你们去找一下应该有的教育 也就是说呢 他们的教育学都是要改善现状 都是要使受压迫者能够改善 所以被归在批判教育学 再来所以比较是后现代的 所以比较是后现代的 我看写中间好了 因为旁边 旁边那边看不到 看得到吗 我写在这边好了 另外两个啊 另外两个 也有中文换律本 而且今年简定考也考 简定考也考了 第一个是Henry齐夫 这两个换律方法啊 有的换做赵华文的 这个华文的信 有的换做祭福 有的换做什么吉诺斯 这个你们就要去查课程理论 课程理论Henry齐夫 另外一个是Peter McLaren Peter来过台湾两次 Peter McLaren 他有一本书叫校园文化 在巨流出版社 好 我提供个四位学者 你们这四位学者 几乎的书快要出来了 翻成中文 那这边都有中文书你们自己去看 就是说他们四位学者的书都被归类在批判教育 另外一派认为应该不叫做批判教育学 反正批判教学论 因为Pedagogy Pedagogy呢 他强调的是教学 Pedagogy他不等于教育学 Education是教育学没有错 但是Pedagogy在德文呢 他们不等同于教育学 所以这些名词上有争论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用比较中心的话讲到批判导向的教育理论 那批判导向教育理论呢至少你要看四个人 这四个人都有中文书 Michael Apple的意识形态语课程 这个在桂冠出版社 我不是在推销书啊 让你们知道 再过来是受压迫着的教育 也在剧流出版社 这个都中文翻译本 你们去看应该可以看得懂 他们都是要改善现状嘛 都是要去对某些弱势者呢 有所帮助 然后季福 季福呢 他的有关多元化教育 他的课程里面也很多 今年检定考是 他考出来的题目是这样 他的一本书叫做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 结果考出来一大堆人都不会 他是考在那个 不是在教育原理 他是考在课程与教学 而且是中学组 中学组的课程与教学 不相信你们上去看考五题 这个等我们后面再讲 也就是先让各位知道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批判 因为整个教育学里面 就是说我们教育啊 就是要提升小孩子的能力嘛 对不对 就是说还有提升现状 只要是改善现状 从马克思的这个改善现状 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二个是排除社会的不公平 排除社会不公平呢 尤其在受压迫者的教育 这个你只要看题目就知道 这个是要把这个不公平的现状 怎么样排除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批判的共同目标 共同目标比较容易去改善现状 也就是说批判啊 还是回到马克思的一个界定 今天任何批判导向的理论跟说法 都是要改善现状 所以我才说研究法里面 直的研究跟量的研究 都只是对现象的理解 直的研究呢 量的研究是要找出律者 因果律 而量的 直的研究是要找出意义 行为的意义 但是行动研究的话呢 是要改善现状 行动研究要针对 现状你要去处置 treatment 然后再改善 所以我想我们在教育上 或者说就整个儿园 批判的三个目的 应该可以用这样来分类 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任何一个现象 做批判 或者说哲学上跟教育学上的批判 它可能是为了找到客观真理 我们这张讲的主要是追求真理 在课本 等一下我们马上看课本 是要追求真理 但是我们很多教育学的 批判教育学的理论呢 都是要排除社会的不公平 不公平 当然就大方向而言 还是回到马克思 所有的批判 都是要改善现状 改善现状 当然在教育上还有包括 我们学生要具备批判能力 各位可以 这个我们都会讲 就是说从存在主义 互以教育的任务是 我们要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 但是从批判理论呢 我们要帮助学生 让他们具备什么 批判能力 我们常常说学生要有批判能力 那这一章 从这一章的这个理论呢 我们就可以引申出来 我们如何教学生具备批判能力 这个等后面我们会谈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